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是中国的法律使得现在的中国婚姻和感情开始畸形 现在男的怪女的败金 女的怪男的没钱 但是昨天我看了个律师直播说 女的说她男朋友家几个亿 但是她家条件不好 担心男的不会娶她 然后这个律师说从法律上给的建议是赶快怀孕生孩子 即使不结婚孩子也可以继承遗产 不生孩子 如果你不生即使分手 这个女的就一点赔偿都要不到 即使你为这个男的打过胎 你也要不到什么赔偿 就很无语了 感情真的不值钱 女性的青春肉体身体健康 都不值钱 只有这个孩子才值钱呢 看到了没有啊 这就是呀 现在很多婚姻呢 就是为了孩子在熬呢 现在很多结婚呢 也是因为呀 这个未婚先孕才结的 对不对 这个法律呀 不保护感情 不保护女性的身体和健康 只保护金钱和孩子 对不对 我就觉得这样的法律 设置是很不合理的啊 你就现在啊 中国女性谈恋爱有什么保障 没有啊 没有 还有的说呢 哎那你真的有感情 你还在乎对方 有没有钱 没有啊 你干嘛在乎人家 有没有钱呢 但是你不在乎法律 帮你在乎啊 还有的说 那法律 为什么要保护感情啊 感情是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啊 可是啊 基于感情啊 才会发生一系列事情 没有感情 你怎么会谈恋爱啊 会结婚呢 你法律 如果说使得这个感情不重要 那最后大家都是利益了 条件比对啊 婚前婚后的财产 婚姻最后就是利益资产的交易 对不对 这个法律啊 就感觉啊 好像是他的制定者 是给他的制定者服务的 也就是说给男性服务的 因为呢 制定者都是男性 哪怕制定着有寥寥 寥寥无几的几个女性啊 但是这女性呢 往往是这个屌脑女 她必须要 要为男性服务 她才有可能啊 成为制定者 参与制定 但是呢 如果她呀 如果是偏离了男性的需求 你男性的利益 他们就会被排挤的 比如说你规定啊 这个交往期间啊 男方赠送女方的礼物 是可以要回的 你看中国法律啊 你不觉得很滑稽吗 既然送的礼物 中国法律还支持男性 跟女性要回来啊 什么啊 网上说的啊 妈饿 就是她妈饿的饿子 八毛钱一个 这也得要回来 啊 就是你杯 呃 八块 就是你那杯奶茶 八块钱 也得要回来 你说啊 这婚姻啊 如果跟感情可以 有没有关系的话 那没感情也可以结婚啊 有感情也可以不结婚 是吧 所以呢 就感觉啊 这婚姻不需要感情 你就比对利益啊 能达到利益就结 达不到就算了呗 达不到就别结 是吧 这中国婚姻就 中国的法律导致中国式的婚姻就是这样的 利益和利益的结合 法律呢只保护钱 不保护其他 如果说呢这女孩子 和男性啊交往期间被骗了 被骗炮了 不保护 被伤害了啊 说是感情纠纷 比如说被男性打了杀了 说是感情纠纷也不保护 被强奸了也不保护 说你们是这个亲密关系 是怎么定性 你们是强奸呢 强奸定性非常哥哥 所以这个女性啊 结婚了 中国女性结婚了 要看重财产 就不能看重感情了 你就因为他只保 法律的只保护财产呢 你就导致啊 现在就是感性的中国女性啊 也开始理性了 不看感情了 开始看利益了 看财产看钱 感情不值钱 也不会被保护 是法律 中国法律让 中国人的感情不值钱 你是陌生人被打 和男女朋友被打 处理起来 完全不一样 和夫妻啊 老公打老婆 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啊 就感觉中国人呢 你还是不要谈感情比较好 既然呢 这个法律啊 是保护财产安全的 不保护人权 只保护钱 那就就就就谈钱呗 又不干了 我甚至见过啊 这感情不错的情侣一方啊 想签这个婚前协议 另一方反应是咋了 害怕离婚吗 就是婚前啊 什么都不让那个谈清楚了 说这个谈钱商感情 等到真正的啊 到离婚后分手的时候 那女的就什么都落不下 如果中国婚姻法 只保护财产 所以说那女性结婚 中国女性结婚就看财产呗 感情不重要啊 你就这样离婚啊 或者说意外啊 至少还能得到财产 你看着感情啊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是吧 你说这个婚姻法呀 中国婚姻法改了几次啊 就引起了这个离婚呢 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你说这个中国法律 这什么法律啊 简直就是橡皮图章是吧 如果说呢 出轨啊 就让男性啊 净身离户 背叛感情的就该付出代价 但是呢 女性啊 被中国的文化长期洗脑 说什么 要重感情 轻财产 结果呢 是男人呢 自己闷声发大财 出了问题啊 反倒责怪女性啊 拜金啊 想吃 想这个 当寄生虫 现在的法律呢 就 帮助中国法律 帮助中国女性的认清啊 就要靠自己 靠财产 不要靠男人 不要靠 靠感情 就我看这也行 为什么就是说 我就就就奇怪 为什么背叛感情 男方背叛感情 可以不付出代价 啊 所以说男的就可以说 婚内出轨 可以养小三 可以嫖娼 就毫发无损呢 我就就就很奇怪 你看啊 这个 很多年轻的中国女孩 家年龄大的 就是为钱 对不对 年龄大的钱比较多 钱有保障 现在我就觉得 这种女孩 才真正成熟了 她真正懂得 自己要什么 所以 女性啊 就是说 如果你选择生育对象 你就看钱 看权 看利益 你千万别谈感情 就穷的 没钱的 丑的 男的 你就不让他 结婚双子 你就让他们 一代就玩玩 就让他们 段子结孙 这就是当前中国法律 交给中国女性的 还有呢 你说啊 这个男的嫖娼啊 把病传给女的 男的赌博欠债 让女的还 中国法律 全部不保护女性 这样的法律公平吗 这种法律 根本就不公平 是吧 以前呢 英国啊 就是古代的时候 在封建王朝的时候 这个女性 是不能继承财产的 好多家族的男性啊 和这个老公啊 吞并女性的财产 所以呢 还有很多女的 一辈子没结婚 就就现在 我希望大家看样子 我觉得现在中国 跟以前啊 古代的英国 也没什么两样 所以说就结婚 男人都不重要 对女人来说 结婚不重要 男人也不重要 就搞钱最重要 想办法把你 父母的钱搞到手 你不结婚呢 你搞钱才好 你结了婚呢 你再有钱呢 还有个孩子签伴呢 这个男的呀 在赌博呀 负债呀 然后还让你还呢 那真的是麻烦 这个很多女的呀 是通过财产 通过孩子得到了财产 是因为啊 她自己 靠自己 她无法得到 她只能说靠生孩子 我就觉得啊 现在啊 中国的女孩啊 你就说 你想要财产 利益呼唤呢 就结婚 不需要呢 就别结 你千万不要 因为感情结婚 因为感情结婚呢 你肯定是吃亏的 你肯定是吃亏的